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的72个总徒就很高兴地回来跟耶稣基督分享他们第一次传教的经验 而且好像是很成功的经验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耶稣不断地在准备他的门徒 他的总徒传教 他告诉他们很多事情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就派他们出去 那么好像他们都很成功 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说 哇 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都很顺利 连魔鬼都会服从我们 我们只要用耶稣基督的名 连魔鬼都会跑 那么他们这么高兴 魔鬼 撒旦就是因为骄傲下到地狱 所以他警告他们 有时候在教会里面 虽然教会不是一个公司 不过我们的教友有时候 也会觉得他们也应该得到一点 一点鼓励如果他们介绍一个人到教会来 那么这个人也灵犀可能会做他的代夫或是代母 那么他会觉得很骄傲很开心 你看我就增加我们的那个教会的人口 其实我想耶稣基督也会跟他说 你做得很好 不过真正的在做事情 不是你 是天主的圣神 我们只能够带人到这个门口 让这个人进到门口 就是进到这个门里面 还是需要天主圣神的推动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骄傲 骄傲就是一个陷阱 我们会开始认为 这个功劳都是属于我们 其实完全不对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天主的工作 耶稣基督的工作 那是最重要的 这个应该让我们很开心 那么成功不成功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是看天主的旨意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宗教 也有这个想法 印度有一本书 小小的一本书 叫做Bhagavad Gita 不知道你有没有 听过没有 好像是生命的一首歌的意思 他一直鼓励人做事情 尽量做得很成功 不过成功了没有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如果你做的 那他的成果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无所谓 你已经做到你该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是人 都是脆弱的 都是很需要鼓励 而且我们自己不要忘记鼓励别人 这个是很重要 不过 而且我想可能他的 耶稣的门徒有一点点伤心 因为他们认为 耶稣会赞美他们 结果他是斥责他们 责备他们 不过这个为他们好 耶稣是希望他们的喜乐 会来自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看他的 不是看效果 这个效果 这个光荣应该归于天主 耶稣不断地在告诉他的门徒 他们是无用的仆人 无用的仆人 我觉得如果我们所有的教友 都能够排斥这种骄傲 能够自己认为他们就是 简单的无用的仆人 天主的仆人 天主的工具 那么我想可能我们吸引的门徒 吸引的教友可能会更多 愿天主降服大家再见